继续带您来关心苏花公路的搜救行动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救难人员还在这摊方的现场 发现了鸿太旅行社大陆领队田园 他所负责保管的20本大陆观光客的护照 另外还有大陆观光客关键屏的背包 在上午的时候苏澳分局将在苏花公路找到的相关证物 送到了宜兰运动公园 而引起大家关注的是 在这次的证物里面包含了鸿太旅行社领队田园的随身包包 而里面装有20本团员护照 这次找到的18项证物当中 包含了绿色保险杆 轮胎盖 白色车辆的残骸 布鞋 铜装 化妆包 手提袋 油箱盖等等 然而能够辨识身份的就是领队田园的旅行带 以及陆客关键屏的侧背包 因为整个地点在那个现场很大 所有搜救人员去找 以后全部集中起来 全部送到这边来 所有相关证物汇集到运动公园之后 将会先请家属来做指认 再交给监视人员勘验 理清到底这些证物是属于哪一台车 看到挖掘出来的证物中 还有拆封过的湖南特产 原本只是想要吃点家乡味解馋 没想到却在异乡碰上这样的灾难 真的让人感到不慎唏嘘